可能又有学校要关门大吉了 日前中信金控才刚接手台南市私立新国管理学院 不过却因为传出新国因为师资不足 遭到教育部勒令要停止招生 104全年度开始包括进修部还有日监部都会停招 学校会资浅将近80名教师 同时也要求仍然在学的二三年级学生转学 那新国恐怕将成为既高峰跟永达技术学院之后 第三所退场的学校 不过教育部高教师也表示 中信金这个月底还会再提一份改善计划 那如果通过新国就可以恢复招生